请收看 维新世界 维新圣教 易经大学 南北宗宗 古达宗 古达宗 大宗宗 古达宗 古达宗 东腾 古达宗 太平 易经是大学 大学在易经 各位十方善心大德 阿弥陀佛 欢迎收看维新圣教 易经大学这个节目 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主任 袁新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 混元禅师 创办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第一所易经大学 传授可以实际运用在生活当中的易经风水学政法 帮助了无数众生解答生命的困惑 解决生活问题 在混元禅师的教导之下 易经大学的法师 讲师 都秉持着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的大愿 在各个道场坚守岗位 弘扬易经风水宗教这三宝 我们今天邀请到维新圣教高雄道场的住持 圆普法师 圆普法师好 阿弥陀佛 各位同修 阿弥陀佛 我是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 今天很高兴来这边来分享 进中门的一些经历和案例的分享 我们上一集当中 圆普法师跟我们分享很精彩的生命故事 包含他的父亲跟师父结缘的过程 还有他本人跟中门结缘的过程 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来了解 圆普法师 他在中门的资历跟经历是怎么样的 我在这里分享 我在中门的这个资历 我是高雄九十年高雄第一班 就是我们后来的地区界 那在这替地区界的这些同修 要产生一些这一个讲师 那时候我们的这一个老祖开示 就是要用拔杯 就是把这个名字拿起来 在我们维新圣殿这边来拔杯 拔了最多的杯 那一个同修就是今年要生讲师的 那时候的制度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我就很幸运在 这一个最后的一次的拔杯 这一个就拔了这一个讲师的资格 那讲师的资格后 就是圆和法师他身体就 就为恙 就没办法来做这些道场上的服务 所以就来接这个高雄道场的住持 就在104年 那书夫聘为疫情大学的讲师 我的是由这样的进阶来的 是高雄的第一班 也是第七届的 那我的讲师是由圣杯发出来 我们年后才来接高雄道场的主持发书 那当了在这里面服务了差不多九年了 在这九年中 从比较不熟悉的这一个经营方式 因为道场的经营跟公司的经营是有差别的 公司的经营是要立任 那道场的经营是要立他 在这两个立任和立他 你要转变的这种心境 是要去斟酌的 所谓立他就是说 我们就是五眼佛聚的在提供一些庙法 让一些信徒学员他们来到道场 都愿意再跟这个老祖来沟通 把他心里的事情想要的事情 可以跟老祖来这一个沟通 然后他们就可以由这沟通中 来理解他们应该要怎么做 就很多的想要求的问题 就是由沟通来祈求 他们都有圆满 这些是真的很不可思议的 在道场服务就是这样子 后来在道场 我们道场的服务有哪些 第一当然就是开班 授课 然后除了开班授课以外 我们还要去做这一个勘载的服务 那勘载服务呢 然后又要经过人家 每个礼拜 我在高雄道场 每个礼拜一都有提供问世 就让每个信徒也好 学员也好 你们有问题来跟老祖来请世以后 就需要去服务 那我就去做这件事 那像说勘载的这一个过程 我都会先你来勘载登记以后 我就会先普卦 在卦里面了解你这间房子 有什么问题 那然后我就在那个勘载的资料上填了 那就约时间去他们家去看 比如说他的前租却后玄武 那个左青龙右白虎 他的房子哪一方有问题 但是最我看了这些的个案以后 最多的问题都是在 他们的门都开错了 没有财没有本 有个劳逸之灾 有的是礼 所以家庭就很不平安 这些我们就依师父的妙法 说传的法 用这样来把它改善 那改善以后他们就比较平安了 这是一种服务 那教学当然在课堂中 我是用这一个互动的方式 因为郁经这一个课门 是很干燥无味的 要讲很远的事 因为这是叫做古字 你今天要把它用 你里面要解释很多 让他来理解 那老祖当时他为什么要这样讲 要这样做 这里面在我们现在的时空 要怎样来应用 这些让学员他觉得有兴趣 那或者是说 当场他现在有什么问题 可以当场来谱 谱的话他就有一个方向 像我最近有一个学员 他是车祸 车祸后他就是要去跟对方来和解 他就自己沾了一个卦 那因为他是初级班还不会解卦 他就会来问 问了说 什么时候去谈和解会比较理想 这个就是说 有普化里面来看他们的适应 对方适就是他自己 应就是对方 看他们有生意吗 他要出来讲吗 然后动摇就会告诉你说 你们这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人家有什么争执在哪里 所以就会用这样子来去谈谈判 我曾经有一个十七届的学员 他就说他的儿子跟人家这个发生车祸很严重 那个要判赔要两百多万 很多表示受伤很严重 后来扶一扶 我说你这个可以拿到的钱也不会超过三百万 他就说他一定要拿三百万 我说这个和解你不要一直坚持 因为大家是都文都不好 因为那也有保险公司的背 所以他就说好 那就跟他讲这个数字 所以他去谈判的时候就和解了 大家就退一步 后来他就来跟我讲经过一个月 他说法师 你怎么知道要用这样的金额 那如果那个金额 那时候你没有跟他和解的话 可能你这个就要走官司了 就解不开了 对方也不会那么会来赔你这些钱 那就是十七店 刚才那个店 当然你比较旺的时候 所以他也是非常感谢就来当义工 做我们班上的会计 也要感谢老主 这也是一个案例 所以这个《易经》普卦 它有这么多的 里面有这么多的美感 数字也可以讲出来 时间也可以讲出来 人物也可以讲出来 那这样子的话 是对他们来讲 是最有效的帮忙 是的 就不用跟人间隔了 就不用吵架了 大家就可以这样圆满的解决 这个碰到几个都是 要去谈和解的 是 所以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开示 用意知天机 知道这个天机呢 为的是化解干戈 就像原谱法师刚才跟我们讲的故事一样 化解干戈 习战争 就这样子 因为我们学这个《易经》 是不建议来心颂 就是来修古 不建议这样子 就是说在可以的范围内 我们就可以大家让一步 让的也不会冤枉 是 也没有吃亏 那这样子大家都皆大欢喜 因为受伤就已经很疼痛了 不要大家又为了这些来走法院 这样子的话 造成社会的资源的浪费 这也不是好事情 是 这就是刚才原谱法师讲的 您在道场是要利他 对 跟在一般的公司行号要利润的这种概念 是很不一样的 对 所以这个是在我最大的心境的转变 因为在经营公司 没有利润没有办法经营 公司员工就没有福利 那就没有办法付薪水 这个是要坚持的 那这个在道场就不能讲这些了 就要利他 要让他来 得到他心里想要的 那他愿意相信老祖 他要来学 会改变他们的命运 还改变他们的家运 大家就会在一个很和谐的生活 在一个环境 是 所以这是利他 其实也是利己 就是一种双赢 我们师父魂元禅师开示 我们维心圣教三宝就是 意经风水宗教 这三宝是环环相扣 息息相关 而且相辅相成的 我们接下来就要请原谱法师 来跟我们说明 这三宝如何环环相扣息息相关 好 各位同学 阿弥陀佛 这个意经风水宗教 我实在真的非常赞叹师父 他这个智慧是非常的高深 在我们五千年来 这个武术在这个社会上 都让人家非常的诟病 那为什么会诟病 因为古早就是说 身身沾鞖鞖 我沾你 我也会缴帽 在鞖鞖刚刚他也是缴帽 一台缴一缴 缴到最後也没缴 但是师父他是广传 他是个地开课广传 不可以缴帽 他就说 你们这些法师工仕 你若要教学生 你就不能绑部 你如果绑部后来会得到 这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警讯 就是说你有什么事情 你要教的 你要传的法 你都要尽量的传出来 这样才可以达到利他的 你要让来的人 他都得到他想要的叫做利他 那道场的经营也是一样 所以我常常讲说 法师的职责是在做什么 法师不是他很了不起 他可以做什么做什么 他是要传达师父 传达老祖的旨意 让他这些法可以传到很多的地方 让每一个人接到这个法 都可以平安喜乐 这个叫做法师的职责 那我在经营这个高雄道场 一开始也是不懂 但是我是用我信徒学员的一个角度 我就希望说道场提供怎样的信息给我 让我可以得到怎样的信息 我可以怎样来把我的一些烦恼可以减掉 这是用我自己的立场这样来想说 道场要用这样的方式来传给各位来的 这个来的不一定是你的同修 有的是信徒 现在我们的中门是用这个资讯来传罚 我们的电视台 我们的手机上都是一直有我们的信息 就很多各方面的人都会看到 我曾有一个不是我们的信徒 他有一天就走进我们的道场 他说要来登记看宅 那我问他说你这信息哪里来的 他说他在网路上YouTube那上面看到的 他就想说高雄离我们家比较近 因为他那个地方是在高雄县 那离高雄比较近他就跑来高雄道场 就要求我们去帮他这个看宅 他是一个小型的工厂 已经有差不多30年的工厂 那他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的进步嘛 资讯化他们公司要申请这个认证 认证的话就有很多这个作业流程 设备什么都要抬救 那他就要趁着这个机会把它换掉以后 那摆在机器摆在对的地方 让他以后生产他的业务会更好 他就这样找来高雄道场 结果我们就去帮他看了以后 他原来是坐在火坑上 那我就跟他说你这个房子是火坑 如果你要住在这里 你要生小孩真的很困难 那他还算是有福报 他跟我说他这个地方只是生产 他住的地方不住在这里 我说那这样很不错 他就说他生三个男孩 我说那很有福报 你还会找到我们中门来 那就后来就 他那家是很特殊的一个工厂设计 比如说我们的工厂走进去 是平面这样进去就是工厂 但是他不是 他增高了两尺两尺 这个在我们的风水讲 就是那个孤雲 中土那都是不会聚财的 那我就跟他说你住在这里 你不会存钱 他说对啊 每次钱拿进来就拿出去 都没钱 那所以他就来又是火坑 所以他就说他要换要来整理 那就帮他讲说因为师傅有教我们 就是说你要把它搓窑换向 那用不要超过山窑 就是要搓窑换向 这样就好了 那我们就跟他建议这样 那因为他这个很特殊的一个 一个造景这个房子 龙边又很短 虎边又很长 那虎边又是厕所跑到门口来 所以这是一个没人缘的所在就对了 那有一天我就说 我就来报告师傅说 师傅这个案例应该要怎么做 后来就要求师傅说 那你如果来高雄的话 可以来帮他看一下 所以就来帮他看 这个人还满一点有福报的 因为我们走到他们的 这个工厂的后面那个 那个房子 刚好是怎么样 我们的后边有头前面 有后边的问题 普通的后边的问题 都开到头前面同样的 但是他有福报 我是说他有在看我们的节目 所以他就把它留了一块 然后门弄一个L型 刚好他的后面就是 阿公店水口流下来的水 刚好来 水刚才能吃着 我说你还真还不错 他说我就看了电视 就是要这样子 我说那这样子是 你真的跟老祖有缘 他就只是看电视 他就这样子 那但是他这个 房子电高 就没办法改 因为整间都这么高 就没办法改 所以师父就说 门千金 处四妞 所以他的门已经有改过了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照师父讲的话 这样帮他处理 所以这也是算是他的这个因缘 跟老祖的缘跟师父的缘 所以也是蛮有这一个 他是很有福报的人 他才会来认识我们中门 来知道这怎么做 而且这一个人差不多 现在才四十岁 还很年轻 他是阶层上一代的事业 所以要现在年轻人 他要有一些认证的 这个工厂的一些认证 所以他才要做改建 这个也是一个很特殊的案例 我们师父都说 资讯红法 师父有开示我们 维新圣教的五官 其中很重要的 就是这个资讯红法 我觉得我们现代人越来越幸福 因为我们接受资讯太方便了 你打开电视机 你可以看到微信电视台 你打开手机 你可以看到YouTube 上面有所有的节目 如果没时间没关系 你看混元禅师法语 只要五分钟 你都可以马上学到 很好的妙法 而且可以聆听师父的开始 开始我们的心灵 导向正确的道路去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代人 真是太幸福了 对啊 所以就是说 机会难逢 有师父这样广开这个法门 要让大家来接法 大家不要犹豫 应该赶快来学习 来报名 你要接近老祖以后 你就会很后悔 因为我有一个学员 他今年他35年次的 他就说有一天他看电视 转转转转到这140台 他就说我都没有看过这个节目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节目 他好像捡到一个宝 就马上来到场要买师父的书 然后他就进来读了 他又讲这句话也是师父教的 我们有来生 那你的四田里面 你现在要把东西都装到四田 这个四田你要带到来生 他说我现在就是在读来生 你看师父这样子浅移默化 这样给我们 这学员他就感受很多 他就来认为说他要这样 所以他每天来上课就很高兴 他每次要叫他来说 你来当义工 他就来当义工 他35年次 现在已经70几岁了 要80岁了 对 所以这就是说 好的东西 他有那个福报 他已经收起来 这就是他的福 所以我们希望在电视机 前面的同修朋友 你们听到这些讯息 你们要紧张来讨 你不要说你现在用得多少 但是你把你的讯息 你有你的来生 你就要去出世不一样的地方 你有那些东西 就不是走去 就不一样的地方了 对 就是有这个四田 有这样的智慧 而且有老祖教我们 要有大愿力 我们的未来世 一定会在更好的地方 更能够立他利益众生的世界 这个是混元禅师 教导我们很重要的心法 所以师父说 大家学易经 活到老 学到老 永远不嫌晚 刚才原谱法师的 这个弟子师兄 他快80岁才来接触到这个法 但是他越来越开心 越来越积极 在这个学庙法 永远都不嫌晚 我们今天谢谢原谱法师 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法师 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 混元禅师开始 大家学易经八句真言 大家学易经 做事工作可顺心 只有生活平安 工作顺利 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修养真灵性 所以大家学易经 修行道上可见性 易经大学提供的是 当下性 现实性和未来性的宗教教育 是我们每个现代人都必学的妙法 我们欢迎十方善心大德 一起加入易经大学 我们今天谢谢高雄道场 助持原谱法师 谢谢阿弥陀佛 我们也祝各位观众朋友 平安 健康 幸福 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